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72的音数有 1和72 2和36 3和24 4和18 6和12 8和9 90的音数有 1和90 2和45 3和30 5和18 6和15 9和10 因此72和90的功音数有 1 2 3 6 9 18 18为最大功音数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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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2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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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1 2 1 2 2 2 1 2 2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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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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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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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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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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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4并不是指数 你一定已经发现了 1和任何整数都是互指的 像是1和7的最大公因数是1 1和43的最大公因数也是1 1和346的最大公因数仍然是1哦 而相邻的两个整数也一定是互指的哦 像是6和7的最大公因数是1 42和43的最大公因数是1 345和346的最大公因数还是1 如果AB两个整数的最大公因数是C的话 则A除C和B除C的最大公因数也是1 像是72和90的最大公因数是18 则72除18和90除18的最大公因数 等于4和5的最大公因数 等于1 我们再来看看几个典型的例子 例子1 体育室里有210颗篮球 180颗排球 300颗足球 为了方便老师上课 体育室决定把球都分装到一些篮子中 每一个篮子中都必须包含三种球类 而且啊 每一种球类的数量要一样多 那么请问 一 最多可以装几篮呢 二 每个篮子中各有几颗篮球 排球 和足球呢 第一题最多可以装几篮呢 概念上啊 就是在求它们的最大公因数 210 180 300 的最大公因数 等于 2 乘3 乘5 等于 30 所以啊 最多可以装30篮 第二个问题啊 每个篮子中 各有几颗篮球 排球 和足球 我们就把这些球平分到30篮 篮球 210颗除30 等于7颗 排球 180颗除30 等于6颗 足球 300颗除30 等于10 所以呢 每个篮子中各有7颗篮球 6颗排球 和10颗足球 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同学 同学要布置教室 买了一个长96公分 宽60公分 高48公分 的保力龙 如果要把它切成大小相同的正方体 而且啊 要完全切完 没有浪费任何一点点材料 那么请问 一 切成正方体最大的边长是多少公分呢 二 总共可以切成多少块 第一题 切成的正方体最大的边长是多少公分呢 求正方体最大边长在概念上 也是在求他们的最大公分数 所以我们要把长宽高的最大公分数找出来 96 60 48 的最大公分数等于 2 乘2 乘3 等于 12 所以 切成的正方体最大的边长是12公分 第二题 共可以切成多少块呢 我们刚刚已经算出来了 切成正方体最大边长是12公分 所以将长宽高 各每12公分切一块 看看究竟能切多少块呢 看看究竟能切多少块呢 96公分除12 等于8 8 第三个例子 小美的房间 为长400公分 宽 350公分的长方形 她想要水平的拉一条麻绳 在每个墙面上环绕房间一圈 麻绳上相等距离的位置 要挂上美美的生活照 那么请问 一 以挂最少照片的情况下 两张照片应该距离多远呢 二 那么 最少又要准备几张照片呢 第一题 以挂最少的照片情况下 两张照片应该距离多远呢 挂最少照片 意味着距离最大 就是在求他们距离的最大公因数 400和350的最大公因数 等于 2 乘5 乘5 等于50 所以呢 两张照片应该距离50公分 第二题 那么最少又要准备几张照片呢 我们上面已经算出了 最大的间距是50公分 所以 房间的长边 400公分除50 等于8 房间的宽边是350 除50 等于7 因为啊 一个房间有两个长边 和两个宽边 所以是 距离8 加7 乘2 等于30张 因此 最少啊 要准备30张照片 国中的数学课程 需要你多停顿 多思考 建立基本的概念 才能完全理解 让数学更进步哦 有任何问题或建议 欢迎留言给我们 别忘了订阅我们 并开启小铃铛 才能及时收到我们的最新课程哦 有够好线上课程 我们下次见